阳明山那个地方走那条很多樱花那个地方 有时候会看到里面有一个中正家药池 就是说它如果阳明山这个地方的第一水 有时候也会放给阳明山的人使用 然后这个第一水管 第一井这个取水井的这个水呢 会经过接续井以后就一直用管子 把它钢管留到这边 这边就是我们里面等一下参观的第三水源 这个第一水源呢就会它是用钢管 它在这边是因为有落差嘛 水的差所以用钢管 接到这里以后呢就变成我们这个平地 就会用它还是钢管 那是平铺的 等一下我们在水管草山水管教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第三水源呢这个地方呢就是 因为它就是平地上 所以它做了一个水道 然后这两条呢就这边两条 在这边等一下我们进去看一下 喝那个水 以后它的水其实就会引到这边来 到这里面进去 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进来这个地方叫联络井 我们这里也有看到什么接第一接续井 第二接续井 什么井就是有红色这样一块一块这样子的地方 第三取水井也好 接续井也好 或者到这里面 它后面那个叫做联络井 然后联络井以后就走的这一段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天母古道 天母古道又走到这里要下去天母那个水管路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调整井 它都是因为为什么叫井 它是从地下那个泳泉上来的时候就盖一个房子 用当地的安山岩 就把它盖一个把那个水源保护好 然后盖一个房子给它住 这样子才不会让它有受到污染 所以每一个什么它都叫井 取入水源取入井 然后接续井 然后再来到第二接续井 到下面来用我们第三水源的取入井 然后这边有一个第二水源 第四水源 第二水源 第四水源 因为水量不大 所以这个大概都放到往下面去 有的呢 就会到哪里去啊 到那个 敦雪高宫前面有两个 我们那里有一个什么龙凤谷 还有一个硫磺谷 有没有 有一些水呢 会到那边自来水处呢 把那里引那边的水 还有大家不够还会加一点一点 这个地上水呢 呃 跟地热 就是我们那里不是龙凤谷 硫磺谷不是都会冒烟吗 那个就是地热上来的蒸汽 然后让它们汇合水加进去以后 变成温泉